嗨 姐妹們 我是Nancy 晶晶 猜猜我今天要幹嘛 怎麼辦你們可能會看到我有一支影片是連續兩件衣服是一樣的 請你們包容 因為我想說有空就把片頭片尾也錄一錄 你們應該看到我在拿什麼了吧 是我最愛的 艾菲爾貼塔 這是我做出來的 不要懷疑 不是買的 是做出來的 這一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proud 因為它其實中間還有一個小機關 可是我沒有做 因為我不打算要用那個小機關 它是這樣子可以打開的 你可以放東西 放禮物 為什麼我覺得怪怪的寒 我沒事 或者是你可以貼那個紙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像手風琴這樣拉起來 非常的美 而且這個配色是你們幫我配的 記得嗎 IG 對 我那時候有發IG的線紙 就問大家說我要怎麼配色 因為我這一張紙是一張A4的紙 然後只夠做這個 這兩個part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猶豫說 那我下面怎麼辦 然後你們就幫我配這個顏色 我覺得這個紙真的是超美的 你們看它是圓圈圈 然後上面是金色 呃不是金色 銀色的圓圈圈圈 美吧 好 那我們就先一起看家學吧 GO 好 我決定要直接切入主題欄的介紹工具了 反正就是剪刀加水那些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我呢已經把要用到的紙張分類好了 其實你們可以很明顯看見就是一落一落一落的 它不是有三個區塊嗎 然後這個是中間那個盒子的地方 那我就一組一組的來介紹 就是最尖尖最上面最長的那個 這個的一條的公分數是 4乘以21公分 然後要準備4張 好 那記得你們如果紙上的大小 呃不夠的話 這4張一定是要一樣的顏色 才不會很奇怪 一張5乘以5公分的紙 那這張紙其實不用在意是什麼顏色 因為它是中間銜接的那個板子 所以看不到 再來準備4張一模一樣大小的 7乘以9公分 4張 好 那這個一樣是隔板 什麼顏色都沒差 8乘以8公分 嗯 你看這些顏色都是你們方有票選出來的 準備4張6乘以14公分的紙 有看我IG線時裝拍檔都知道 然後這個也是隔板 9乘9公分 是中間它那個盒子 蛤 你們看到我了 天啊 對 我穿這樣 好好笑喔 天比耶 對 這兩張的話 一張是11乘以11公分 然後一張是10乘以10公分 就中間那個盒子 有沒有 那我們就從6乘以14公分這一落開始好了 首先你就在 呃14公分的這個邊廠上面 好 就在這邊1公分處畫一條線 然後從這邊數過來3公分處 齁 畫一個點 然後呢 這邊也是數來3公分處畫一個點 所以這裡就可以連接到這裡 就是這個1公分的這一條線 對不對 然後這裡呢就可以連接過來到這邊 這個沒問題對不對 好 大家會好奇這條怎麼來的對不對 這條就是當你把這3公分這兩條畫完之後呢 你就給它平行位移 齁 從這邊畫上來到這邊 要怎麼平行位移呢 就假設 我們假設先沒有這條 你1公分畫好了 3公分兩個也畫好了 你就從這個 3公分這一條對上來 以這個點為出發 齁 然後到這邊 是要平行的 跟這條線平行 啊剛好我持這邊 有一條這個可以去對 所以這樣子畫下來 就OK了 你們這些這樣子都畫好了之後呢 就在 這一個的中間畫一個圓弧 像我這圓弧是怎麼來的 其實你們徒手畫也可以 我是直接就是雙面角的這個 把它畫起來 其實很明顯吧 這個看得出來就是 呃 巴黎鐵塔下面的 那個拱橋 把這一條我打斜線的剪掉 嘿 還有這一條打斜線的 OK 還有什麼呢 就這個拱橋 好的 這樣子是不是 就是這個拱橋 就完成了 為什麼你們會發現 我這三張 都沒有畫那個拱橋的形狀呢 那是因為我希望 每個拱橋都一模一樣 所以呢 我選擇就是第一張 剪完之後 然後呢 我再這樣子 來對一下 這樣子我 四個拱橋 就會都是一樣的了 那最後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這裡 要剪個三角形 對其實很明顯的 這邊等一下就是它的 翅膀 這等一下就要壓線 然後它就可以折起來去組裝 還有這個呢 好 我剛剛有說這個是9x9公分嘛 那我們就在 這麼一個 好 一公分處畫線 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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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公分喔 然後一樣就是 把這四個角通通壓線 就可以囉 好的 來來來 給大家看看 我都剪好了 而且我還偷偷黏上雙面夾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組裝 這張呢 那我先跟你們說一下 它的部分呢 就是在我撩起來的這些地方 把它給剪開 有沒有 你們就把它當那個蓋子來剪 然後這樣剪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給折起來 因為一樣嘛 我們要把它給組裝起來 你把它組起來之後 就會是像這樣子的一個蓋子 那我們就來組它的這個 機身 就可以這樣組起來 阿不對 這個要一邊組 齁 這個就是讓它在這邊 好不好 所以這四個邊呢 我們也先黏上雙面膠帶 這個稍微要對準一下 嗚喔 對準障礙 對準障礙來了 OK 好 那一樣就是繼續組 哇 這樣子 第一層組起來其實就覺得好有feel 這個齁 就是會牽涉到 我們剪指剪的準不準了 好 我覺得先黏上面會比較好 然後再去黏這個側邊 哇 哇 我們在做模型耶 好嗨喔 哇 這一隻做起來的話 我就真的可以放在房間當擺飾 因為其實我台灣有一隻 就是在巴黎 鐵塔下 艾菲爾夏鐵塔買的 但是 每次礙於 行李鍋中 都沒有的帶過來 一隻金色的 哈哈 現在自己做一隻剛剛好耶 好 捏 真是很美 是不是很美 哇好美喔 好興奮喔 好我們先講這怎麼畫的齁 這一張呢 是 7乘以9公分的值 那我們就在 7公分長這邊呢 1公分處 畫線 好 然後從1公分處這邊數過來 1.5公分處 畫一個點 也是從這邊數過來 1.5公分處 畫個點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對下來 就可以 完成一個三角形 那完成這三角形之後呢 告訴你們我裡面這個三角形是怎麼畫的 其實裡面這三角形你們不用太在意 如果你們不介意的話 你們就直接畫就可以了 但是就確保 每一個三角形是一樣 這樣就好了 OK 我的方法是從下面數來2公分處 畫一條線 然後再從上面數來2公分處 畫一條線 然後一樣就在我正中間這邊 就是隨便畫個兩個點 然後這樣對下來 就是這三角形啦 再剪一次給大家看齁 這一條 把它給剪掉 好 然後 喔 我還沒有連上那一條 我們這一邊要畫一條 平行的線 有沒有 就從這個點對上來到這邊 這樣差不多 好 就這樣畫下來 那一樣這條線就把它給 剪掉 好 那剪掉之後呢 一樣要剪個三角形 這樣就可以啦 在挖空之後呢 一樣 我們就把它 墊到就是 每一個巴黎鐵塔上 然後就 這樣就可以確保說 我們的三角形 都是一樣的嘛對不對 那這一張呢 8乘8公分 一樣 四周圍1公分處 畫線 畫線 就會成為這樣 然後這個也都 一模一樣的步驟 好來我們準備來組裝 就是這樣 那我剛剛撒想到一塊 就是這一張 5乘5公分的值 現在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剛剛第一開始的畫面 是把它歸列在另外一個 最長的間接的地方 但是我後來發現 其實是要在這邊就組合 來喔 5乘5公分對不對 那我們一樣在1公分處 好 通通畫上線之後呢 一樣 該剪開的地方 剪開 有沒有 你看我這邊是開的 這裡是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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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都黏上雙眼角了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小蓋子 給 組起來 你們可能會聽到外面 有些小孩尖叫的聲音 沒錯 他們在打變動 好 這樣弄起來之後呢 就拿出我們這個 我們就開始組 有沒有 這個就對在 最上面 哇 我發現我最上面這邊好像 有一點點 不夠 不夠大 好 沒關係 我們先組組看再說 然後再 拿一個過來 好 就說好先對最上面嘛 好 這邊對完之後差不多 我們就對這個 邊邊 欸嘿我這兩條不太一樣長有沒有 哎呀其實都會有一些失誤啦 好 再來 這個 對最上面 趁這三個還沒有全部包起來之前呢 先把它給 擠進來 最後一條進去 拜託你 拜託 好 我找到一個方法了 就是把他們這個乾脆都剪開 算了 所以今天大家 一直在跟我走冤枉路 一開始其實根本也不需要去 把那個蓋子黏起來 好啦有得必有失 我來替大家實驗這樣子 上面的部分其實也是可以剪開的 才不會那麼的急 我只把它裡面剪開之後呢 就好 非常多了 好 這個外觀型完成 你看這邊還是 稍稍的有一點 露出來 但沒關係啦 手工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的 好的 我們要來做這個最尖的這一part 最尖的這一part 是那個4乘21公分的 我們來講一下 我這個是怎麼畫的 一樣嘛 在1公分處 最旁邊1公分處 這樣畫一條線 好 跟大家講我怎麼畫這個三角線 我這個是自己 先稍微抓的 就這裡會是3公分 因為這整個是4啊對不對 這邊是1公分 這邊是3公分 然後從3公分處數來 1.4公分的地方 畫一顆線 然後這邊呢 1.6公分又畫一條線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連上他的這個 三角線了 好 那連上這三角線之後呢 中間這三角線 我是怎麼畫的呢 從下面數來2.5公分處 一條線 然後從下面數過來 8.5公分處的正中間 點一點 然後就是往兩旁邊這樣 畫下來就可以了 其實基本上 你們就是用一個三角形 在他的正中間就可以 OK 然後我們一樣要來畫那一條翅膀 還記得我之前說翅膀都怎麼畫的嗎 翅膀就是這一條線 對上來 平行對上來這邊 你們看 這裡齁 我已經抓好這裡的距離是 這裡就是1公分嘛 所以呢 我就是把它給 連起來 稍等我一下下 喔 好 很好 我剛確認一下 我在畫面內 好 這樣是不是就連起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來剪啦 就是往這個平行線這一條 好 好 整個去把它給剪掉 這邊呢 就從這個寶塔的最尖尖處 一樣把它給剪掉 好像快要完成了 就覺得很興奮 這裡 好 要壓個線 就是這個平行處 不懂的就按暫停 然後回去扛 好不好 好 這裡是不是這樣子就可以 揮揮揮 揮 有沒有 成為它的 翅膀 但我覺得好像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翅膀太粗了 所以這個三角形啊 我們等一下要剪得非常非常的細 好 盡量細的三角形 好 好像有點太細 對不對 好 為什麼我會這樣鎖呢 因為你們想想看 等一下我上面這邊要煮起來的時候 有沒有 糟糕 對啊 現在我覺得等一下煮是一個問題耶 我們等一下煮煮看就知道 好 anyway我們先來把 中間這邊挖空 好 那一樣啊 這樣子你們就可以畫出 其他條三角形嘛 對不對 好 就先找這個方式把我們這四張都先完成 好的 然後我們要來組裝囉 你看我都已經把它給拗好 然後這邊都黏上雙面膠了 然後這邊要再跟大家說一次抱歉 我又少說了一張 應該要準備兩張五成五公分的紙 因為它這邊也需要一個頂來組裝 對所以剛剛那一個呢 就是已經給上一個part用了嘛 那這一次呢我就不把它黏起來了 因為後來就發現說 還是要剪開 這樣子才不會去搭到 所以像我這一次呢 我就會直接剪 這樣子的三角形 剪給你們看齁 因為我已經壓線已經壓好了啦 上面就先黏上雙面膠 孩子們在外面玩的聲音是不是很明顯 好我全部都黏好了 我們開始組裝 來我們來試試看齁 這裡 對不起我在那邊亂膠 就是大家也知道 這種對準障礙這種東西實在是 試著也將下面黏起來 這邊 再來 不簡單耶各位 尤其我還隔著一個相機的鏡頭 喔天啊 你們應該也都知道說 當你們 很專注的時候會把東西拿得越近看 可是我沒辦法 你看我們又發現狀況 這邊有沒有 這樣看得出來嗎 有多出來一塊 所以下面這邊呢 稍微修一下 不要太多 三角形我沒有剪到 好我就把它剪多一點掉 看看這樣還會不會 喔會耶還是會突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像我覺得突出來的話 那個三角形就不是很好看 OMG 怎麼辦裡面變好醜喔 因為這個紫它比較硬一點點 好再試一試看看 還可以 這邊還是一點點 好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 天啊 狀況百出的一支影片 OK 好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OK 最後一邊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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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這邊也是 快慘了快慘了 哇好感動喔 對對對啊這邊 這邊要稍微再撿一下一下 因為它又凸出來 啊原來這邊有凸出來耶 算了我覺得那邊我就 就算了 自己在那邊 喔這邊 好好好 還可以補救的地方我就不想算了 再多剪掉一些些 好看看齁 可以可以這邊OK 好最後來講一張我之前也是漏掉的 這個到時候煮起來呢 就會是在這一圈上面 所以它的顏色我有跟 它底部是最呼應的 如果你們有一樣的顏色就 全部用一樣的顏色就可以了 這張紙的公分數是5乘3.5公分 所以看一下齁 這裡在2公分數畫一條橫線 所以上面就會是2公分 下面就會是1.5 然後值得的部分就是 每隔1公分畫一條線 所以這邊總共會有5個區塊 因為它是5公分嘛 好 我接下來要來說 要怎麼去畫它上面尖尖的部分 那我們就在這每一格裡面 好抓中間的地方 大概0.2公分吧 我現在就是目測 因為它真的太小 我懶得去量 好 最後1格不用弄 然後呢 我們就一樣 老掉牙的方式 把它給連起來 就會是它的三角形 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巴黎鐵塔是4個面嘛 所以你會發現 我只有畫4格 這樣就是對的 好這樣畫完之後 還有一個老掉牙的方式就是 我們要來做它的翅膀 所以翅膀一樣就是 平行的地方 唉唷好短 太小了 等一下我會很不好黏 所以我畫寬一點點好了 然後這邊我就把它塗黑 因為這邊等一下剪掉 好你就邊畫的時候就先把它給塗黑 你等一下就不會混淆 不然你會跟我一樣畫到最後一圈說 欸我剛剛是在畫什麼 好 這邊呢就很大的一塊直接把它這樣畫過來 就好了 給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按個暫停 然後照著我這個方式 那剩下的部分我們就是把它給壓線 我們就可以這樣把它給折一折 有沒有 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 我怎麼覺得好像有點怪怪的 好像這邊要剪開耶 沒錯這樣還沒結束 看著我剪喔 剪掉 然後這裡 再一包 這樣子剪 然後這裡呢 要把它 稍微剪開 因為這樣子 它才能圍起來 好我們這樣子圍圍看喔 這裡要凹 欸我有沒有凹到 喔有有有有 天哪 我只能說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喔這邊凹得不夠 好沒關係啦 大家一起 渡過難關的這個感覺 嘿 要進來一點 好我們來煮煮看喔 嗯這樣是可以的 這樣有沒有就會變成一個塔 它就這樣子會黏起來 像是一個鉛筆的形狀 那 對我覺得這部分黏起來會有點小小難度 大家就一起努力一下齁 四面八方照 照一下給大家看 好 給你們看 我做完了 好套上來這樣子 好可愛喔 好 這個我們就先把它放旁邊 我們最後呢 來夾那個盒子 嗨 我們又剪片了 翻過來這兩張 我都已經畫好了 11層11公分的 就在2公分處 就是畫四條線 然後1.5公分 往內畫四條線 我們現在呢 它就真的是盒子了 一樣的組裝方式 非常的簡單 壓線 先來壓線吧 等到這盒子也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把剛剛那些 parts 通通組起來 嘿 好我做一個蓋子給你們看 然後剩下的另外一個蓋子 你們就自己做 好吧 哇賽這個 巴黎鐵塔真的耗費我 不少的 心力 不容易啊 哎呀 所以說我覺得 手工這種東西是非常無價的 我有時候會聽到一些 身邊的人 跟我說 蛤 一張手工卡片要那麼貴 紙才多少錢 我覺得這些人就是 也不能怪他們啊 就一聽就知道他們不是手作界的人 因為只要你有手作過 你就會知道說 手作這種東西是要花多少心力的 並不是說 紙的成本才多少錢 假設你一張卡片 可能要花四個小時來做完 對不對 那你的成本是什麼 紙的錢 然後 然後 我們來算算 最低薪資好了 最低薪資 以台灣現在 150塊來說 我不知道 是超過150到多少啦 你就以150來說 最少喔 因為你就是廉價勞工 對不對 一個小時收 150塊 那你四個小時完成 那你就收了 這樣子多少 154 怎麼辦 600 300 是300嗎 對300 然後再加上紙的錢 這個就是你的最低薪資 當然這還是牽扯到說 你這個人做這張卡片熟不熟練 然後這也牽扯到說 你這樣子 滑得來嗎 因為搞不好 以你的能力 去做別的事情 等一下給你一個小時 180 或者是200的薪水 我只是這樣子 打個比方啦 讓大家知道說 我覺得 不要忽略 手工跟設計這種東西 就是我覺得台灣人是 很容易忽略這一塊的 我就覺得很可惜 大家都只想要 便宜便宜 這樣子 像之前 我接手工卡片的單 接的 比較平凡的時候 就會遇到 許多人跟我撒假 我都會跟他們說 其實我網路上都有 免費的影片教學可以看 那你們自己做的話 就不用錢 就是我覺得這方面 我就是要給堅持一下 因為我不可能去 把我的時間花在一個 時間成本完全不符合的事情上面 對啦 這個部分是 聊得比較嚴肅去看待手工這件事情 好 我把這些都準備好了 這個就是我剛剛做好的盒子 我已經組裝起來了 然後 我的公分數好像 有一點緊 所以我現在不想要去把它拉開 那其他人的教學 是這個盒子裡面還會 就是有那種連起來的紙 然後你這樣拉開 就像一個手風情那樣 我不打算這麼做 因為我就只是想把它當標本 OK OK 在這個上面呢 我已經塗好了 雙面膠 我再來一小段好了 因為這面積比較大 我擔心說 只有周圍的話 不是很夠 或是再把它弄個 嘿 現在還沒有上那個 嚼所以很好用 好 那我就要把它給黏上去喔 我就把它對一個正中間 差不多吧 哇 這金色真的好美喔 我的媽呀 這樣子有正中間嗎 有吧 好 我會從下面 好好的把它給 黏一黏 齁 好 我覺得這樣應該是有 再來就是這一個 一樣 Let's see in the middle OK 這樣子 OK 可是有點歪歪的 哈哈 我這個愛菲爾貼它有點歪耶 怎麼辦 就這邊可能感覺要 真的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這邊感覺要墊高一些些 我想個辦法把它給弄直好了 我印象中 這一支教學蠻長的 就是比起以往的影片 其實我那時候 還沒開始剪這支教學的時候 把所有的片段通通放上去 就發現說 What 30分鐘 原來我做了那麼久 可是 我不知道說 因為我現在還正在剪 我不知道剪完之後 到底會 多長的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 很有可能是我最近 會是 比較長一點點的影片 就在請大家多包容 因為我就很想要把 這個公分數 還有它的一些結構 講得很清楚給你們聽 總之呢 我做錯這一支 非常的有成就感 然後這個 我也是看其他 國外教學做來的 所以你們覺得 我教得不夠好的話 你們也可以去看國外教學 但是我保證 我的比較好 哈哈 因為他們的公分數 沒有我講得清楚 呼呼 非常喜歡 我現在呢 只要沒那張起床 我就會把我的窗簾拉開 然後把這個晃到我的窗前 就代表說 我起床了 就是有一種 儀式感 我最近一直看那個 大陸的實境節目 就覺得 儀式感這三個字 真的是很棒 好啦 那就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訂閱 然後訂閱旁邊有個小鈴鐺 記得幫我開啟 就可以隨時搜尋到我的上傳通知 想知道我平常在幹嘛的話 也可以追蹤我的Social Media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掰掰